有评论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71届联大主席汤姆森表示 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 更是践行者 中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 更是践行者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写入宪法的国家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和国际军控裁军防护散进程 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全力推动和参与国际抗议合作 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为应对粮食能源等安全挑战提出中国方案 致力于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汪文斌表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 已经实现从一方领唱到众声合唱的多重跨越 近年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也在积极推进 去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凸显这一理念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将继续奏效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强硬 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 开传更加美好的世界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